各位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高雄现场 我是丽婷 那三八妇女节刚刚过 那其实很多女性呢 其实没有因此而感到比较轻松 因为整个主机处的显示呢 发现我们高雄市女性成为经济护长的比例越来越高 甚至是比全国的平均还要高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是不是显示说我们女性在整个就业能力方面是提升的 或者是说像这样子女性就业能力提升之后 那我们高雄市政府的一个社福政策 不管是育儿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支持女性 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继续去为她们的事业冲刺呢 那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四位来宾来跟我们一起讨论 首先第一位是我们高雄市议员林芳如 议员你好 今晚我们女人一起来聊天 聊聊我们的心里的一些心事 然后今天因为有一点冷 所以大家就是黑白灰 然后台语叫做黑白灰 可是我们女人真的不会灰 好 议员很幽默 那第二位是我们高雄市社会局副局长叶玉如 副作女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谢谢 那第三位是我们彭婉如基金会高频办公室的主任简瑞莲 主任你好 丽婷好 以及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第四位是我们高雄市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的特别对象服务组的组长 李美慧 李组长 主长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一聊妇女政策 那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段有关妇女政策的VCR 出门拼经济等名词不再只是男性的专利 现在的女人也可以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 高雄市主机处调查发现职业妇女的比例不仅逐年攀升 女人成为经济支柱的数据也越来越高了 来听听社会局副局长叶玉如怎么说 因为其实我们台湾妇女目前整个就业 就是教育的部分其实是非常高的 那我们也希望说妇女其实受到这么高等的教育之后 她也把她的专长回馈给社会 每天忙工作虽然荷包赚满满 但是孩子的抚养却成了问题 社会局为了当女人坚强的后盾 其实有多项补助计划 像是新生儿生育津贴 坐月子倒宅服务 父母为就业家庭育儿津贴 夜间工作家庭托育 以及第三胎家庭托育补助等等 其中坐月子倒宅服务 夜间工作家庭托育等补助 与第三胎托育补助等等 都是高雄市政府的加码津贴 如果父母在夜晚需要上班 还有机会申请夜间托育 今天每月最高可申请2000元 另外因为高雄是劳工的城市 所以我们有很多我们的工作者 他夜间是要轮值的 所以需要轮值的夜间工作者 我们也考虑到他们孩子 有这个托育上的需求 不过为了鼓励生育 生第三胎以上 除了可领四万六千元的 生育津贴之外 还有第三胎家庭托育补助 让家庭减轻一点负担 当然也希望就是把孩子照顾好 然后多生育 这是我们的目标 不论是针对职业妇女 还是双薪家庭 市府社会局透过各项津贴 来协助每个爸爸妈妈 好我们刚刚在影片里面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说 我们女性成为家中 主要经济来源的比例越来越高 那么主技处的研究是显示说 我们高雄市经济护涨比率 女性就占了30.26% 比全国女性经济护涨率的27.9%还要高 那目前就是为什么我们高雄市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而且十年来就是越来越高 我想先请议员跟我们讨论一下 是因为应该是这么说 女性在职场的薪资所得 一般都是比男性大概如果以能力 相同的能力来讲 我们大概都会少了1万至1万5 所以女性在就业市场上 她会为什么会 这些老板们会舍弃男性 然后会请女性 因为女性因为有时候为了薪资 为了让孩子更重要的 未来的教育的一些积蓄 所以我们会为了这些原因 然后起人忧天的 想多存一点钱 所以韧性跟配合度也会比较高 那么因为就业市场的转变 也不是说男力的市场有转变 是女力的市场增加 因为女性在很多的工作的 比如说行政 比如说在有一些接洽方面 女性的柔软度是越来越强 然后她的技巧上面也越来越优于男性 所以尤其是很多女性一直在 虽然她可能她在家里面 可是她一直在静修自己 然后一起跟孩子的成长 她所表现出来的已经是她一个 就业市场里面最需要的一个人才 像我自己本身我也是在家为了孩子 然后我就是在家照顾小孩子十年 然后这十年内我跟着孩子一起在学校里面 一起成长 所以我也同时在学校里面 因为这些志工们 我们看到了一些不同的工作的领域 还有接触一些不同的工作的在学校里面 一起共同的成长 这些都是有助于我们后来又要进入这个职场 该具备的一些基础能力 了解 那副作这边是不是有一些看法呢 针对就是像我们高雄市经济护长率 女性越来越高这个部分 对 如果是照那个在统计上 经济护长她其实是会看她 就是谁是家里的主要经济负担者 就越来越来越 对 就是她主要的负担是谁 那其实高雄我们看到女性在经济护长这个成长 其实基本上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 其实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向 为什么呢 因为就像刚刚议员讲的 其实女力开始在崛起 那女力在经济 我们希望其实我们看到女性在教育程度 其实是现在都是高教育的 那但是有可能她工作一段时间 可能因为家庭的因素 或者什么因素她可能就要退离职场 这其实有时候是让我们觉得这个经济上是有损失的 所以如果她可以维持在经济市场里面 就是继续工作 其实这还是我们希望鼓励的方向 那很多欧美先进的国家也是 都是会以女性投入劳动市场那个比例 来看这个国家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状况 那再来我们从数据上来看 就是说因为整个高雄市现在277万的人口 女性是占最多 我们已经超过50.3的比例 所以我们女性的人口本来就是比较多的 那再来就是从女性的 我们从统计上来看女性的婚姻的状态 女性现在未婚的人口 以高雄市来看104跟103来做比较的话 女性的未婚人口在增加中 像我们看到这两年就是增加了4000 没有结婚的 而且晚结婚的也越来越 年纪越来越高 那另外当然还有一个部分说 她可是会不会是因为离婚因素 是不是离婚的比较多 可是我们从统计数字来看 其实离婚就是女性的婚姻状态 离婚或者是上偶的人口数是在下降 其实我们并没有在 并不是在增加的 那我想应该是女力的崛起 女力投入劳动市场 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 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 是了解 那这边想问一下主任 就是说像是你们长期 这样子辅导妇女各种方向的一个服务 那有没有觉得说就是现在女性 真的就是她们就业的那个 就是成为 就是自己那个经济自主能力越来越高 我想女人可以撑起半边天 这是大家常常在说的一句话 那刚刚在谈说 其实女性在这近几年 可能在学历上 或者是说自主性上 相对的有比较的被 可能被提升 相对女力当然就是 也会比较有一个崛起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那我们自己在做那个就业的部分 因为这里有个数据就谈到说 这个全国比全国数据还要高 然后单亲甚至还比较多 刚副作其实有提到说 看起来是没有那么多 但我这边在做就业的时候 其实那个二度就业来的 单亲的数据偏多 也就是说他可能女人 我们有一些是未婚 然后可能晚婚 所以他可能一直留在职场上 但当他失去婚姻 或者是种种因素单亲等等 其实他再次的比较坚嫩度够 然后他再次投入职场的这个比率 其实是相对也提高的 是不得不工作 因为他要富起那个所谓的 这个经济的主要的来源 所以我们自己在做就业的过程里头 这个比例其实是高的 他当然都是可能经过家庭 然后经过照顾老的 照顾小的 后来二度就业再回到职场 那这个其实还数据还蛮高 那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 比较可惜的是 蛮多女性的那个非典型的就业率高 当然他就是兼职兼这个兼那个 所以他其实整个的拼经济的力量 我觉得是比以前好多了 是那这边想问一下 劳工局我们的组长 就是女性他真的就业的时候 那些雇主会比较想要 就是一些比较细心的工作 他是不是会请女性比较多 对一般来说的话 那雇主他们会对女性的话 他们会偏向就是说 女性他可能就是比较细心 那尤其是在服务业的部分 那我们在高雄的那个产业结构里面 有60%的产业结构是服务业 那尤其是服务业的部分的话 就比较喜欢聘请女性 所以相对的在女性在 服务业的这个领域的话 她的就业机会是比较 比男性还要多的 那目前就是我们高雄市的一个女性 你觉得就是你们在服务的时候 她的那个女性就业 她的比例有增加吗 女性的就业比例 它事实上是有增加的 尤其是我们今年在劳发署这边 劳动部这边 她有她的一个政策 就是希望说能够开发 二度就业性的女性的一个劳动参与率 所以我们今年就全力在充斥 在辅导我们这些二度就业的女性出来 再重回到市场上来 了解 那虽然说刚刚都谈到说 现在女力崛起 那其实有一些职场 还是会有一些性别歧视的部分 就是可能说 可能同样一个主管阶级 那男生可能就是花比较少时间 可以到坐到那个位置 可是女性她相对要花时间 是不是就可能比较多 那我们来宾是不是可以针对 就是说女性她可能在职场上面 遇到的一些歧视也好 差别也好的一些难题呢 议员 应该是都会有啦 因为女性在职场上面 从一开始以来 我们台湾本来就是一个 比较男力的社会 比较男子汉的社会 所以一般女性她要面对职场 她就是家庭跟作息 她一定要调整 然后她又一个人 又要饰演多重的角色在台湾 就是她有妈妈啦老婆啦 她还是员工 然后她可能还是个媳妇 所以她面对的角色是这么的多种 还有她那个 还有要增加那个人际关系的部分 就是说你去就业了以后 你要不要主动去跟同事们 有一些互动 然后你才会有不同层次的 聊天的一些话题 还有你们在公司 在职场上面 你们也必须对公司负责 所以你们也常常需要说 去增进你们对公司的一些了解 还有增进你们的 如果对公司有任何的进步的期许 而一起做努力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面对的这个挑战 其实在台湾的女性 真的还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她的角色太多重 她面对的一些挑战的压力 无形中真的很强 尤其是单亲的女性 有时候我真的是在辅导的时候 我看了我自己真的觉得说 真的很辛苦 因为最近我有一个同学 有告诉我说 她的女儿刚好在国三叛逆期 然后因为她想要她妈妈陪她 一起读书 功课还不错 然后她就开始 就是半夜就是让她妈妈去找 然后我就觉得说很难过 我也不知道说 我怎么样去辅导她的孩子 让她跟她的妈妈 可以更接近一点 让她知道说她的妈妈 在为了她做些什么 所以你看如果父女在这个期间 她必须一定要工作的时候 然后她又遇到孩子的叛逆期 我告诉你 那个真的是五雷轰顶 没有什么比这个时候更难过 可是你不陪她也不行 因为孩子就是要陪伴 然后你也不得不工作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们女人们的互相鼓励 然后我们可能要有一些互相支援的方式 我们可能 我们当然互相支援的方式 就是我们除了隔壁的阿姨 我们哪里的姐姐 哪里的什么人 她可以帮我们在临时的状况下面 让我们有一个没有后顾之忧 然后必须要投入职场多点时间的一个 一个后援部队 我觉得这个后援部队对女人来说真的是很需要 很重要 很重要 真的特别的重要 对 了解 那这边想问一下主任 毕竟就是说你们服务的女性就是其实蛮多面向的 那是不是真的女性在职场上面会遇到还蛮多的难题 我这边因为做妇女就业 所以当来的时候她多数是已经从另一个职场过来 要嘛就是说她可能就是生了小孩停下来 不然就是家里老人然后需要照顾因此她停下来 那也因此刚刚在提到说 女人好像必须要承担多重角色 在这个多重角色里面 她有一个非常大的负担是家庭照顾的责任 那就是说她可能有家世的这个负担 第二她可能有孩子的这个照顾 她生了小孩她必须要把她养大 然后才可以 她即便是一边工作她大概都还要托付这个孩子 刚刚说要有一个后援部队 这个后援部队如果有婆婆还好 有妈妈还好 有姐妹还好 万一如果没有婆婆没有姐妹 我们现在多数看到的其实有一些是 可能从比如说北部中北部 嫁到我们高雄来 来当媳妇的 她事实上她不一定有啊 或者是说可能先生根本就外移到中科北科去工作 然后她独立就跟婆婆那两老都双亲年迈 那么她事实上也没有所谓的后援部队 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个老的小的这一个照顾 会是我们多数女性在这个进入职场里头的一个牵绊 然后所以因此我觉得那个后援的部队好像比较多 如果回到家庭的负担的时候 我觉得对一个女性来说就是辛苦的 如果说我们把一个政府的这个好的一个托育的系统网络把它建构好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支持力 可以减轻不少负担 是 那副作这边呢 有没有就是在社会局看到这些女性 她们真的是遇到了蛮多的一个难题 对因为真的是蜡烛两头烧 对 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的经历 就是你要顾家庭 你要有工作 好在我们在公体系至少有比较完整的这样的体系 那可是对在职场工作的女性 因为家里真的如果像家务的处理 几乎也是女性占多数 然后再来就是照顾的工作也几乎都是落在女性 不管她是女儿或是媳妇的角色 也就是都是女性在撑起来 所以现在四月份又要拜拜了 拜拜也是女性的要担心的东西 张罗啊什么的这个几乎都是女性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女性我们就说 因为我们一定要扫墓节一定要拜拜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前 就请她们先祖先们先吃了 然后我们可以去放假带着孩子去 应该也到底是一样的嘛 对不对 所以女生七早八早就被吩咐说下个礼拜要做亲民 所以你必须像我们这种跑很多社团或什么 我们一定有礼拜天礼拜六 要跑行程要工作的一个状况 然后七早八早你就要把所有的这些行程把它排开 因此说其实女性在这个职场上 你要有那个升迁的机会的时候 其实那个就是所谓的玻璃天花板 人家大概就是会有一个玻璃天花板 对 就让你没有太多的晋升的机会 然后当然如果以职场的尤其是私人的 刚刚傅作说公家可能有一定的升迁 有一定的额度 然后现在有所谓的保障的条款 可是在私人的部分事实上是没有的 那老板他会选择你最无后顾之忧的那一个 那比起来男性当然比女性少了后顾之忧 对 因为后边是女人在秤 工人的升迁现在也没什么保障 没有立法 只是说大家就是说在男性跟女性条件 是相同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会让女性可能有些有那个机会 现在目前有些手掌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那但是我想这个条件是女性还是优秀的 她在某些职场的表现 她还是要比较优秀才有机会 对 那虽然说我们女性其实真的很拼 那其实在一些职场上面就是劳工局这边有没有办法改善 像是刚刚我们来宾谈到的那些就业的一个环境 是像那个其实我觉得要先刮别人胡子之前先刮我们直接胡子 像我们劳工局的话来说我们在104年 我们有单位主管一共有26位 那我们有13位是女性 所以我们就达到50%就真的是两性平等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劳工局对于在那个身体价 一些什么赔产价 产价 安胎价 育婴 牛脂 甜心这部分 我们都会积极去落实 那希望说我们能够带头营造一个友善职场的一个环境 那我们民间其实也可以去跟随这样子 那除了像这样子来说 那像其实性别工作平等它最主要是希望说能够拍出 两性的工作者在职场上的一些歧视或者是性骚扰 那能够促进真的是两性工作地位上的实质平等 然后还给我们工作者一个有尊严的职场 所以我们在劳工局的部分 我们就有办了很多的一些宣导会 邀请企业还有一些劳工朋友一起来参加 让他们了解说这个友善职场跟这个性别工作平等法的重要 那另外呢我们也不是说只有会宣导而已 我们还有武器 我们会去针对女性比较劳动力密集的一些产业 我们去做检查 譬如像幼儿园 护理之家 或者是一些医疗院所 或者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百货公司的一些专柜人员 柜姐 对 因为他们整天都站在那边工作时间也很长 然后我们会去做检查 那当然如果说光是靠劳工局的一些检查 真的是检查不完 不可能全部都去检查 也不可能全部都去防堵 那所以说我们的一些我们的朋友们民众 如果说你们有碰到说 你觉得在职场上 那可能因为不管你是求职者或者是你在职者 或者你在你已经离职 或者你现在还在职被资钱 或任何的原因的状况之下 那如果说你觉得雇主因为你的性别 或者你的性倾向而直接间接的对你造成一些不利的一些对待的话 那其实都可以来透过我们的那个劳工局的就业歧视 还有那个性别工作平等的一个申诉机制 来跟我们提出申诉 那劳工局就会去调查 那其实像我们去年104年 劳工局这边有透过我们一个小劳男孩的粉丝团 去做一个友善职场的一些友善措施的一个选拔 票选 对对对 那我们这个活动一共吸引了8000多位的粉丝 然后他们提出他们职场上雇主这边 提供给他们的一些友善的贴心的一些创业措施 让他们可以觉得很有感的 然后他们提出来 然后再来参加票选 那这次的活动一共选出10个优良企业 然后他们我们也办了一场那个福气标章 大选的大赏的一个表扬大会 那希望说透这个大大的表扬之后 能够宣导一下 然后让更多的企业能够炮装业 让企业这些来跟进这样子 对那这些大概就是我们劳工局这方面的一些作为 那我这边其实还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目前虽然说我们那个就是整个女性的权利跟就业权益 它其实是提升的 不过应该还是有一些雇主 它是等于说可能因为你会有育婴假 可能你会有等等的生理假什么的 然后可能就是它其实会避免去 可能去请女性来工作 那这个部分的话 老公局要怎么去就是处理 其实如果说我们女性朋友 她在求职的时候碰到这样的情形 那当然她也可以跟老公局这边来提出 就是你在求职的时候遇到这些不利的对待 也都可以提出申诉 可是她有时候可能是 我面试你 但是我就是不录取你这样子 她没有说我只用男性 可是她就真的是我面试你 可是我不用你 那这个部分呢 对这个就是技术的部分 这没办法 对那但是如果说 不好意思 如果说你们还是提出来的话 那劳工局还是会去做调查 那大概就从他们内部的一些书名 从他们一些评选的结果 面试的结果 他要露出什么蛛丝马迹来 去做调查这样子 是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进到节目的现场 那电视机前面的女性朋友呢 也可以call in 进来跟我们一起讨论 虽然我们下顶已经三台 如果是有到人家来欢呼 每一季去 或是陈陈陈陈陈 慢慢爬 这一口饭 要吃你古董 改了的工夫千万不太麻烦 看见在地人的心 庆联港督有线电视 和您一起用心 高雄在地媒体 正是五万周师傅强力放送 活动计划 节目制作 广告通播 快洽庆联港督有线电视 老婆春假出游走哪条路最快啊 当然是BB850 选到标最快啦 现在申办BB标数200妹 每个月只要850 时尚最超值 还送1500元购物金呢 哇 老婆 还有好礼二选一耶 最超值的BB宽评 快卡3401991 高雄怎么吃最厉害 高雄怎么玩最精彩 嘻哈高雄陪您上山下海 我觉得我要哭了 带你享受美食 很厉害 对甜点 出发咯 每周五晚间九点半 跟着嘻哈高雄一起玩片高雄吧 您是每张专注的面孔 期待每次的小小遇见 聆听每块土地传唱的歌 阅读美女传承的独特记忆 每周三晚间九点和您一起 越高雄 天宇 刚才说 国航国家都围着什么都在打招 做一个高雄人 他了解多少高雄书 高雄回家 高雄回家 有好的 也有要监督的 都需要你来参加 我们在拜祭高雄现场节目 晚上九点现场播出 等你来看他 每周六晚间六点 敬请锁定港督新闻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那其实我们刚刚谈到妇女就业的这个部分 那其实最好的例子就是像我们高雄市政府 其实我们高雄市政府女性首长的一个比例大概高达有四分之一左右 甚至一级主管机关禁用女性的比率也高达了百分之四十一左右 那其实副作本身就是在我们高雄市政府工作 那这个部分你有什么看法 身为在也是其中一个女性首长 对 我们师傅每年都会做性别的图像 你要去看就是说我们现在性别的比例 那其中当然还包含就是我们首长 首长的比例 还有我们一级主管二级主管 女性当科长当股长 这个比例大概多少 那这几年就看到那个其实有在慢慢攀升 所以是有特别给女性机会是不是 还是真的女性就是其实她能力真的有 因为在公务体系里面她的升迁是按积分的 就会看你的年资啊你的一些考核啊等等 它其实是就是那个标准是男性跟女性都是一样的 没有说因为你女性你就加了0.5或1分 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制 那但是女性她基本上她其实就是那个兼任的性格 她在她的工作里面 其实她会很认真很负责的去执行完她的工作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认真做工作 其实你的主管她就会看到 你是一个很适合可以升迁 升任为当这个主管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至少在公务体系里面她是一个公平的市场 公平的这样的机制 让女性其实就有机会可以展露头角 那在整个市府在性别平等 这也是这几年一直都希望要重视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在任何的施政的作为 都要有性别的观点来看 那所以我们在性别主流要来推动 我们希望所有的基层人员还有主管人员 都有一定时数的一个训练就要求 那甚至现在我们今年开始 我们市府的所有的局处有31个局处 都还有性别平等的执行小组在推 就是我们希望性贫这个工作 是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的 包含我们的施政的工作 我们也希望是用性别的观点来融入 那就是一个很正常 就像我们总统讲说 如果有一天 我们以后不要再加一个女总统在前面 而是就称她是个总统 那就是已经达到性别平等了 那我觉得那个是指日可待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要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 是 那议员你在地方服务 是不是也蛮期待像是一些私人公司 还蛮真的就是希望可以做到像公部门这样子 因为以我以北部 以北部跟南部的一些例子来看来 在北部的市场女性反而她的一些后盾 她如果她组织好她升迁的机会比较有 可是在南部的市场 那个业主她就会挑选那个最不会麻烦到她的那个人 去录取 去录取 然后去禁用 可是因为女性她在某一个时段 因为她孩子的 譬如说她的国小阶段 她不赔不行啊 她在国中 就算力期 这个怎么办啊 所以一般而言她就是错过了一个 大概就是一个九年的黄金期 整个九年的黄金期 那这个黄金期也不代表说这个女性她的能力不够 因为女性有的时候她自我的训练 比如说她训练她的语言能力啊 训练她的国际世界观啊 所以她也可以在很有限的时间 她加强她自己的能力啊 所以她表现出来的她不见得她会去输给很多的男性 可是在真正的就业市场上 老板是需要她随时可以派钱去做生意的人 的那个主管 对 所以你面临实务上跟你的一个想法上 你就冲突了 那么我们要如何让我们的女性 有一个坚强的后盾 有一次呢 刚好我在长庚医院那个 刚好在那看病人 然后我问了几位护理长 我说像你们在就业市场上 然后如果说你们的后援部队 有让你们觉得很强吗 他意思是说临时的都没办法 比如说孩子临时发烧 学校叫你带走 要不然他超过太多了 他传染给别人就糟糕了 这整班又停课了 临时 可是我现在正在做这些工作 然后我就说 最近好像那个大数据 物联网 似乎也可以来 因为像彭婉如基金会 他有这么多的人才 究竟有没有 他就触角可以伸到说 马上我们谁谁谁 用LINE传过来 谁谁谁可以去帮你 把小孩带去哪里 看医生 你指定的那个医生 就是付钱 如果是这样子 大家愿不愿意 或者临时婆婆急着 马上就要去 送急诊到医院了 可是她的工作 她没办法走啊 所以我们的后援部队 是不是因此也可以产生一个 一个这种临时状况 像我就觉得说 女性有的时候 接触最近的案子 有的女性就是她临时 就是她的婚姻状况不好 可是她也必须在职场 不然她也没有办法养育小孩 突然离婚 突然离婚 所以我也觉得说 这种紧急事件 我们是不是应该 在高雄市政府 我们要率先来 做一个这个紧急的 这个协助的角色 救助的部分 除了救助以外 我们还是协助 是 因为 为什么 因为她当蜡烛两条烧的时候 她有可能 她会带着孩子去想不开啊 可是如果我们的社会资源够 顺便还可以建立她的信心 因为女性很简单 女性只要她有赚钱的能力 她可以养活小孩 她都可以 向前走她的人生的道路 然后整个家庭也不会崩溃 可是如果说她 以临时的一个婚姻状态 可能她 男生女生都一样 只要孩子在哪一边 她的整个家庭 好像就是必须 要好好的照顾那个孩子 比如说上下雪的这些看护 所以就是面临到一个食物上 又一个技术上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建议教育局 是不是我们要来研究一下 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做这个 紧急协助的这个角色 是 那副作针对议员刚刚提到 这个紧急协助这个部分 社会局这边可不可行 社会局因为目前我们会比较 针对弱势的家庭 弱势家庭有一些可能 临时的托顾啦 这个补助啦等等 这个是有 倒是我知道现在其实民间 它有发展出一个叫做 倒卡手 的资源网 就是类似这样 就某一户人家可能突然有 可能需要一个人能力去帮忙他做服务 那他可以透过这个联络网 去把这样的一个需求抛出来 其实民间现在已经有发展出这个 初步的一个架构有出来就对了 可是还没有普及啦 那个就是自愿性加入 就是自愿性加入 或者是说你符合他的条件 那你就加入 在那边可以去寻求 寻求这样的一个协助 那复作这边是不是可以再跟我们谈一下说 针对像是我们妇女这样子就业 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 成为妇女牵绊的一个原因 其实大部分真的都是因为小朋友 对不对 那社会局这边是不是有一些 针对育儿的一些政策啦 支援贴啦 今天可以稍微重点式的 跟我们的妇女朋友介绍一下 是 在托儿育儿补助这个部分 那首先在经济补助这个部分 那其实我们 从那个样子孩子的年龄层 就有一些的分类 从出生就有生育津贴 那我们生育津贴在高雄 第一胎第二胎是六千块 那第三胎是四万六 为什么这个差距这么大 因为我们希望鼓励多生几个 所以第三胎就加码了比较高 那第三胎另外就是第三胎的孩子 他的健保的补助也有补助一年 那刚刚那个CF那个说家庭托儿育 那个是要修正的 我们是给健保的补助 那另外就是零到二岁生下来之后 那如果我们自己还在就业 我们可能就需要找那个 有登记的保姆啦 或者是托儿育中心来帮忙照顾 那是有托儿育的补助 这个就有大概按家里的经济的状况 有两千五到五千左右 那或者是说我想要自己照顾 那我有育儿津贴 那也是大概两千到五千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补助 那接下来就是 那两岁了我要进幼儿园 那以前高雄可能只有 好像是四岁吧 四岁才有那个幼教卷 就是上幼儿园的每学期 每选取五千块的那个补助 那今年开始我们把那个年龄 就接上来了 因为刚刚讲说 零到二岁有补助嘛 那两岁到四岁这中间 就高雄市的部分 在今年就已经有给补助了 就是也是幼教卷 就他进了幼儿园读书的话 每学期就有五千块 那五岁是全国都全部 都是学费全免的 就是全国都有的 是 那当然我们还会对 弱势家庭的一些 多余的补助 那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很多的 我们希望是用服务来 代替现金的补助 因为服务其实可以 对一个家庭来讲 其实可以帮助更大 毕竟比较实际 对 那所以高雄在102年 就首推了现在全国还是首创的 这个作业指导载服务 那其实我们作业指导载服务 除了就是说我们考虑到 在都会城市里面 确实那个核心家庭比较多 就是他可能没有那个长辈 可以来帮忙他作业指 那所以他可能要花比较多的钱 去作业指中心 那我们了解那个行景 有时候十几万 对一个小家庭来讲 其实是一个很高的负担 那所以我们就推了一个作业指服务 那我们训练作业指服务员 那他到家就是你申请我们 第一胎第二胎我们就是 可以有48小时 就是全免免费的 就是这一个月可以分配48小时 48小时的那个作业指服务 那当然他的前提是 你要放弃生育计贴6000块 他是二选一的福利 那但是48小时其实 是大概价值一万二 比他的生育计贴是更是double的 这样的一个服务 那除了这个服务之外呢 其实我们另外一个 希望达到的效果是 鼓励中高龄的妇女就业 因为确实我们推了这个服务之后 我们发现来做这样的训练的人 也确实都是比较多是二度就业的妇女 是 所以他也因为这样子 他自己自己有这样的经验 然后照顾别人经验 然后再去受过训练 那其实他在这个行业 就会做出的非常好 现在有很多红牌的 或是很多就是 这个大家抢着要他 那个红牌真的很抢 对 所以这相对的 口碑很好 对他来讲 其实他可以稳定就业 是 然后后来我们也 觉得除了48小时工位之外 你其他 你觉得这个48小时是不够的 你想要再加时数 是可以采自费的方式 那我们也依着民情 我们其实应该都是要包月嘛 因为做月子就要一个月嘛 对啊 包月 所以包月 我们也推包月的这个措施 那包月 这个家庭只要负担 大概38000多块而已 毕竟还是比去月子中心还要便宜 而且它有一个附带效果 是说如果我是有 除了我这个新生儿之外 我还有那个大宝小宝 我还有那个 在这家里其实他可以照顾 还有其他的孩子 不是只有到做月子中心 我就只有一个人 然后跟新生儿在那边 可是如果家里 我是有还有两个孩子以上的 那其实在家里就可以一起照顾到了 是有这个效果 所以这样子的要剩三个 是长生要剩三个 我们苦力 我们苦力要多生小孩 那所以那个做月子 一推出来之后 其实很多部门是很受欢迎的 然后现在其实像台中 还有那个捧户好像都有来看 他们也想要推这样的一个措施 我觉得我们不只是服务到女人 我们甚至也让女人在这个行业里面就业 我觉得最开心的是这个部分 增加就业率 增加就业率 对 那彭婉隆基金会这边有没有 就是像社会局 他虽然说已经提供了这么 算是完善的一个政策措施 那基金会这边民间单位 是不是有一些补强的一个部分 基金会这边大概就是刚副座那里 在社会局的体系下 有做两岁以下的这个公共托婴的服务 保姆系统 作业执掌 那我们基金会这边 因为我们长期在做妇女就业 因此我们希望能够从社区里面 去发掘可以二度就业的妈妈 然后来提供一个服务的训练 就是比如说家事啊 家事管理 比如说照顾老人的居家陪伴 那我们帮他们做为期一个月的 这个培训 培训过后经过领选 由基金会媒合到家庭来做服务 那为了要支持这些妇女的就业 其实我们对于这个托育系统的部分 其实早期完了基金会做做月子 那现在因为社会局公部门提供 所以因此我们把这个系统我们就 先停起来 就是停起来 然后但我们现在比较着力在有一个 所以我们今天一直没有谈到的就是那个2到6岁的 那个小孩的幼儿园 那因为我们知道的私立的幼儿园很多 但公立的幼儿园其实为数是少的 在高雄的比例或全省的比例都是70%是私立的 只有30%是公立跟非盈利的 那那个价格之差距 公立如果每个月是3500到3800 私立可以高达9000到15000 所以这个比例其实也造成家庭的这个托育负担非常的重 因此他可能孩子生下来 然后他公共托育衣补助比较多 但他可能后来要去读幼儿园的时候 就找不到后援 公立的要排队 然后名额也少 所以他只要生一个小孩 他还可以勉强考虑去工作 但他只要有两个小孩 你加起来一个月就要2万到3万 所以因此这个妇女就会选择停掉工作 在家照顾小孩 所以我们也就是推出了这个就业系统 所以做了这些女性的这个陪例 然后培训一个月后 由婉如基金会这边 整个就是做一个就业媒合跟辅导的系统 所以大概在全高雄这里 我们目前有将近500位的家事管理员跟居家陪伴员 这其实是促进就业 那平均的薪资高达2万6到3万之间 我想这是一个还算去除掉我们工部门的提供之外 由民间来做的一个就业系统 好那我们现在来接一通Coin 刚好是我们女性朋友对不对 古山的这位 林小姐 古山的林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嘿请说 就是我想要请教一下就是 因为目前我是上班 准备要就是生产的妈妈 是 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 因为像职业妇女的话 她其实有时候公司不大愿意 会让你就是请那个育婴假的部分 那有时候可能她会变相性的帮你调单位 或者是可能有 用一些软线的方式 让你不要请这个育婴假 那我们就是妈妈这部分 我们可以透过什么的管道 可以就是咨询或是申诉这样子 是 所以林小姐是在私人机构上班 对 OK好 那谢谢林小姐 所以我们待会请来宾帮你解答 好谢谢 谢谢 那针对我们古山林小姐这个部分 是不是 请 好 组长 我觉得蛮很遗憾听到这样的一个 是 的一个call in 那所以我想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劳工局 事实上那个有一个申诉的一个专线 是8124613 812 你可以打这个 8124613 你可以打这个电话进去 跟他们提到说 可以请他们转劳动条件科 对 请他们去跟他做一个调查处理 那其实像这个部分的话 这是我觉得这一个部分 我们的 是我们女性朋友的一个权利 那也是我们在法令上给我们的一个保障 那本来就是育婴流停是母性的一个价值 那所以我觉得在劳工局的部分 他因为很积极的去处理这一块的问题 了解 可是像他刚刚谈到比如说像调单位 然后可能用一些比较软性的方式 可能调单位 然后你可能比较调到一些比较 可能不是你原本专长的那一个单位去的话 这个部分劳动条件科也有办法解决吗 对 那像劳动条件科还有像劳资关系科 他们都可以处理这部分 因为事实上你调单位的话 如果说你应该是要 如果要调单位应该是调你可以去生人的工作 甚至于就是应该因为你是因为怀孕或要生产了 所以会调一个 你一个会对你来说比较轻松的单位 而不是让你增加你的困扰的单位 那所以如果说像这样的话就明显的非常非常明显的 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故对于你有一些不利的一些措施 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直接或间接的不利措施 不停的对待 那这些都是在这个申诉机制里面处理的范围 是好谢谢 那所以就是刚刚针对谷山的林小爷部分 就是可以找我们劳工局的劳动条件科 然后拨打8124613的一个专线进行咨询 对不对 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讨论的一个题目 就是说针对我们的育儿服务 我想不过现在民众应该最关心的 就是我们刚刚谈到有幼儿园的部分 那其实我们刚出生就是0到2岁的部分 其实有那个托育机构 那目前就是104年为止 我们托育中心目前现在有57所 不过还是以左营三明凤山为主要的一个聚集地 那针对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就是议员有什么样的看法 是要增加我们托育机构吗 还是说是不是有一些替代的方案 当然是要增加托育机构 因为大家要知道 公立跟私立的差别 就是公立的一些托保育员 他们是受保障的 他们也是也要去就业 他们还是要去积极的去 让自己有一些跟市场接轨的一些竞争力 所以我都一直认为说能去公立的都是最好的 很像公立的幼稚园 公立的小学 公立的国中高中 他如果能都是公立的都是最好的 因为所有的老师都是受到政府保障 然后他有一个完整的学习管道 所以他如果那个老师们愿意奉献的话 他们会是更好 所以当然是要争取公立的增加 因为公立的增加 他也有时候他也会去剥削我们私人的一个市场 那我在想说这些市场全部都是有一个女人 大部分的幼儿园也都是女人在管理的 我在相信在这两个矛盾点里面 其实他是可以找到平衡点的 可以就是补助 就是补助然后在职就业 然后在职进修 这个都是可以在女性的职场上愿意做的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说私立的这些幼保的这些老师 其实他们没有 他们只要去工作好像也没有在职进修 可是公立的有 是 对不对 所以你看看这两者之间就是一个女力社会的养成 那我在想刚刚那位小姐 她的call in 我觉得我们听了真的很难过 翻试剂的 对 然后可是在就业市场有一个定律 就是能力取胜 只要你的工作能力 你的工作进步 你的工作的积极度 你是超越了很多的东西 老板非要你不可 他怎么样他也要等你回来 对啊 对不对 我觉得说我们女性我们的目标 我们就是要奋斗到这个地步 然后让老板没有我们不能 就是要很拼就对了啦 对 创造自己的价值 然后不会被取代性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要跟我们的女性朋友大家互相 鼓励 对 因为我们现在有透过网路 我们有很多种种的一些往前在进步的空间 真的很多很多的课程都在网路上面都可以学习到啦 我们何不利用呢 一点点时间我们就是把它能力的养成 然后让我们变成老板没有我们不可 不可的那个秘书长 对不对 那副作者这边针对刚刚议员谈到说希望托育机构增加 这个部分有可能吗 当然大家就是都很希望这样子啦 是 其实民间如果要设立私立的一个托育中心 这是原来就有的 那这几年会设立公共托育中心 一来是希望公司的比例有一些的不同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希望评价 因为对一个家庭来讲养照顾孩子还要负担这个保姆的费用啊 这个机构的这些费用啊 其实对一个家庭来讲负担是重的 那所以我们希望是建立一个这个平价的公共托育中心 然后另外当然是那个品质要是好的 那所以高雄推了16家公共托育中心 几乎就是一开幕之后那个名额就秒杀 就几乎很多甚至有排队的那些像 表示说其实我们的品质是有一定的品质是受到肯定的 那但是我们在区域的设置说 到底要不要设在哪一个区域 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准则 原则上我们是会看这个区域的新生儿口数 是不是在2500以上的我们就优先设置 所以目前都是采那个新生儿人口数比较多的区域 会先优先设置 那再来就是考虑到区域性 比如说大齐山区 因为那边人口本来就少 那当然新生儿也相对会少 那但是它这个区域上是需要设置的 所以我们在齐山也设置 那我们针对就是前阵子有一个比较热门的议题 就是说有立委提出把小朋友可以带进议会去议事 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个人还蛮有兴趣 议员 这个有点大家的意见有一些不同 然后我现在的发言不代表我是一个议员 以你是一个妈妈的立场 以我是一个妈妈的立场 因为我们不能24小时陪伴在孩子的身边 可是我们不能利用孩子的隐私权要保护 我们要将孩子 任何的妈妈都会希望保护她孩子的隐私权 因为你一旦你把它曝光在一个媒体的面前 你未来你不知道你的孩子在未来的求学阶段 在哪一个阶段 他会出什么事情 那个有时候父母的那个光环真的会让孩子 他在求学的阶段 不是很顺畅 这是确定的 那么国外的 国外的因为他们的那个民间的风俗 跟我们台湾的民间的风俗 很不一样 所以以后 而且我们台湾的那个论据很大 所以我觉得 现在不是有很多童星吗 他只要上电视 然后他就会有很多的不好听的言语 然后这个我觉得在立法院是不好做这个动作 因为为什么 所有的女性职场的劳工 他们会要求他们的老板 说你要在 你要让我们也可以将孩子带在身边照顾 那这个老板就不会 不会想要再去请这一个员工 因为我不是 我是公司 我不是幼儿园 然后我还要帮你照顾小孩 然后整个公司 万一满满的都是女性 然后都是小孩 那个我觉得 这个公司可能有一点 怪怪的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对啊 所以我觉得一次要踏进去到这个 因为性别的平等到现在 还是不平等的状态下 我觉得贸然的 这个万一实施的话 可能会在孩子的部分 他可能也会有一些人反对 有一些人支持 而造成这个孩子的隐私权 因为我们大人 我们没有办法 现在就决定孩子的隐私权 因为那个是他自己的 所以我是觉得说 站在一个母亲的角度 我觉得说尽量不要啦 对啦 今年不好 那副作这边呢 因为上次跟你谈到 你说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 对不对 如果把国会或是议场 把它当作是一个职场 一个企业来看的话 那企业对他的员工要友善 他其实是必须要考量 员工的一些需求 那不是说要把孩子带到国会 而是这个员工 他确实有照顾孩子的 这样的一个责任 那所以这个企业 他是不是可以有这些托儿的设施 在能够设置 然后让员工可以放心的 把孩子在那边有人照顾 那其实在我们的性工法里面 就有规范说 你的员工如果250人以上的话 是要有这样的育儿设施 所以高雄 虽然我们现在16家的公共托评中心 我们全部都是跟民间 做公司的民营的合作 那可是我们现在也想要跟企业做合作 也希望企业为他的员工 做这样的一个友善育儿的措施 是 我现在是有一个朋友 他的一个工厂 他就是就业人口已经达到300多人 他是在他的园区里面 他就直接就设立了一个托育中心 当然其实我觉得 不管是工部门或使部门 当然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托育中心是最好的 当然毕竟每一位就业的女性都可以放行 那其实我们今天谈到这么多 有关于像是 父女就业也好 那育儿政策也好 那其实呢 就是希望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性别平等的部分 可以提升 那提升之后 其实当然这些东西就会自然而然 会越来越进步 那其实也不要忽略 所以男性其实也应该要多多加入这个 这样的一个角色的部分 那感谢您今天的 也所有谢谢我们来宾的今天的分享 那也感谢您今天收看高雄现场 我们下期见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翅膀 但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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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自己飞翔 谢谢你们帮助孩子们 在逆风中找到方向 老婆春假出游走哪条路最快啊 当然是BB850选到标最快啦 现在申办BB标数200妹 每个月只要850 时尚最超级 才送1500元购物金了 老婆还有好礼二选一耶 最超级的BB宽评 快卡3401991 BBTV最新强党 夺命头条 贾博斯 亿万制造公司 邪灵行智路 我冤枉你 電線搶檔近在BBTV隨選影片 快洽慶蓮港督 高雄怎麼吃最厲害 高雄怎麼玩最精采 嘻哈高雄陪您上山下海 我覺得我要哭了 帶你享受美食 很厲害對不對甜點 出發囉 每週五晚間九點半 跟著嘻哈高雄一起玩片高雄吧 您是每張專注的面孔 期待每次的小小遇見 聆聽每塊土地傳唱的歌 閱讀美女傳承的獨特記憶 每週三晚間九點和您一起 越高雄 天啊 剛才說 各項國野都為了三種在打招 做一個高雄人 他了解多少高雄書 高雄回來起碑 有好的也要檢討的 都需要你來參加 明天拜祭高雄現場節目 晚上九點現場補出 等你來看 周一到周六晚間六點 盡情鎖定港督新聞 高雄在地媒體 現時五萬收拾戶 強力放送 活動企劃 節目製作 廣告粗播 快洽慶聯港督 有線電視 公司 老婆 春假出遊走哪條路最快啊 當然是BB850選到標最快啦 現在申辦BB標數200妹 每個月只要850 時尚最超值 才送1500元夠金了 哇 老婆 還有好禮二